高雄市长陈局9号 社团访问大陆四城 邀请参加高雄在9月主办的 2013亚太城市高峰会 而大陆国台办表示支持 是否跟民营党关系有所突破 昨天是日本广岛核报 68周年纪念日 首相安倍晋三也发表反核谈话 但日本海军自卫队 却在广岛举行最新型出云级护卫舰 下水一事引发争议 而台湾渔民红石城 被菲律宾军方射杀案 非方今天报告终于要出炉 家属也愿意接受道歉 但此时南海紧张其事 却再度升温怎么回事 稍后带您了解 欢迎收看时事求时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黄玉清 我们一开始就先带你来关注的是 这2013亚太城市高峰会 9月就要在高雄登场 而高雄市长陈局 8月9号到14号就要帅团 来到了天津 深圳 还有厦门 福州等四个城市 而陈局就表示 由于目前尚未有任何大陆城市 报名所以他希望 能够亲自来率团 正式邀请 而陈局也首度以中国大陆 来称呼对岸 不再用中国 让他还使用这个中国的 党主席苏贞昌 是否有了差别呢 而另外在大陆方面 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则是表示 愿意与台湾支持两岸关系 和平交流与发展 加强两岸交流与各界人士来沟通 这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气氛 而不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 来宾文化大学教授蔡伟 蔡教授来为我们来深度解析了 我们看到这目前为止 这个亚太城市高峰会的城市 是超过50个这个城市要参加 也遍及五大洲 但是目前还没有大陆任何一个城市来报名 也因此这陈菊呢 要做出这样一个访问的动作 但不仅让人想到了 陈菊在2009年当时也访问大陆 当时也撑起了一阵旋风 但是他当时所用的这个词句是中国 而这一次是改用了中国大陆 这当中的称呼有转变 代表什么意涵呢 教授 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如果你从比较正面的讲法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 它是与时俱进 他也知道必须要有所调整 这是一个 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可能是策略上的转变 那基于目前他必须要办这个活动 那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参加 相关的城市能够参加 他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之下 被迫调整他的这个不同的用语 所以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 就像您刚才在报道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 他跟苏贞昌跟民进党的正式的官方用法 当然不能讲官方 党方面的用法是有所出入的 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那苏贞昌基于他这个民进党的纪念立场 我们常常讲说是民进党常常逢中必反 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没有太多意见 因为他们接受一中 但是那个一中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他们反对的很多人 外界不管是正确与否 就认为他们是逢中必反 反对整个中华民族 那他们坚持就使用中国这个字眼 那通常使用中国这个字眼 都有特定的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 那有一些特定的主张 那这个我就不必明讲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陈徐特别换成中国大陆 你还记得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应该也知道 民进党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以前到底要成立 叫做两岸关系委员会 两岸或者是中国大陆委员会 或者是中国事务委员会 那个时候在民进党内部 也有过一段讨论 这个用词到底该怎么用 他们也争论了很久 这个有不同的政治意涵在里面 你用中国就像我前面讲的 通常是有特定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 有一些特定的政治主张的人 就是中国 中国台湾是台湾 那两岸一边一国 基本上把台湾和中国 摆在一个对立面 那后来就比较 怎么讲 比较和缓的讲法 就是说希望不要再用中国 这个字眼 当然中共事务委员会 这个行业有一点怪怪的 那后来就有人主张 用中国大陆事务委员会 但是最后还是 甚至有人建议说 要用两岸事务委员会 但是后来这个两岸事务委员会 和中国大陆事务委员会 都被 都被否决掉了 就用的是中国这个字眼 那陈菊这一次 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你可以从比较正面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 质变到 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但是你如果从比较 这个全模的角度来看 可能就是基于 现实的困境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入 如果说办这一次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国际会议 那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 来参加 好像有点怪怪 有点尴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能是被迫 如果这个只是一个策略性的 暂时的技术性的调整 那这个当然 你们就有很多 可以想象的空间 而如果是一个真正的 我们就暂且这样子解释好了 如果从此以后 他都用中国大陆 这个可能就意味着一些什么 他在心态上 在政策调整方面 在逐渐的 比较朝向一个 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 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教授所讲到的 这个想象空间 还要看未来 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是的 那不过呢 在某个程度来看 这是否是代表 就是这个想象空间 我们来看了 这个陈觉他所用的 这样的一个用词 是否也某种程度 代表了的是民进党中央 现在就是党主席 苏贞昌的默许 或者是这纯粹是 他的个人的立场 如果是他纯粹个人的立场 那就是相当违背 现在党中央的一个定调 而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是否也会造成 跟民进党之间紧张 或者是这也不代表 民进党对中国大陆 中国之间的这样一个 关系的转变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要去判断一个人的动机 他的动机可能是多远的 对不对 有可能各种不同的考量 他做出这种表述 但是也可能就像我讲的 是一个渐进的 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他是不是跟苏贞昌之间 有一个默契 这个也值得讨论 或者是他有没有事情 就征询过苏贞昌的同意 这个也有讨论的空间 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所有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还是一个值得鼓励 一个正面的发展方向 那会不会因此引爆 民进党内部的 这个所谓的矛盾冲突 或者是党内之间 不同派系的斗争 这个当然我们不是 他的党员 我们也不必须考虑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确实是 又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假设是不是 我们用一个权谋的角度 是不是有可能是分境合集 那我党中央坚持 我的党中央的立场 我就是中国 默默的我们不说什么 但是成局的某个程度 就象征着民进党 另外一种些微的转据 对这就是 就是党的立场 他可能也有鹰派 也有鸽派 那鸽派就主张 这个是一个reality 这个现实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 而且目前节目眼上 就需要把这个事情做成 那我们就是 但是我们并没有改变 我们的初衷 但是我在策略上 有所调整 我就喊到中国大陆 但是党方面 还是坚持他自己的立场 所以有可能是分境合集 有可能是两个人之间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是不是双方面有过默契 或者是得到党主席之间 他们之间已经获得了他的同意 这个都可以不同的讨论 会不会引发民进党内部的 这个所谓的 不要讲说权力斗争 不同的派系之间的意见的争执 这个当然还有待观察 这个也有待观察 好 不过这个用意 是否也可能 这某个程度是一个 就是试水文 这个观察就是要看看 这个讲可以接受 用了这样的用词之后 先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如果说像老师讲到说 其实民党内部 当然也所谓的鹰派跟鸽派 像之前访问过大陆的谢长廷 他认为陈局这一次的动作 他就说 就是要让外界感觉 这个活动办得成功 而不是要让人家觉得说 是民进党在办活动 讲出这样的一个话 当然是背后的动机 好像是要希望 在某个程度 的确是一个策略上的调整 而不是基本立场上的转变 我想你这个话 就讲到重点了 我们学这些问题 我们常常 共产党有一句话说 凡是要看事物的本质 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就是说你要非常清楚地看出来 他这个问题的癥结 到底是在哪里 那他到底是策略的转变 还是就是技术的改变 暂时性的调整 或者是他从内心的深处 他已经警觉到了 为了2016 或者为了 短期是为了现在这个活动 长期他为了2016 再争取继续执政 重新执政的这种可能 他必须要处理 理性务实的处理 他面对中国的阿弘这种问题 所以看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但是我想你也知道的 我们前面也谈过 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势力 在禁足 对不对 有不同的派系 有的是可能比较隔派 有的人比较鹰派 那我们也知道包括陈菊 包括苏志芬 还有包括前任去过香港的 这个谢清 叫赖清德 这些 他们在做地方首长的时候 他们表现相对来说 似乎是更理性务实一些 而且比较柔软一点 对 比较柔软一点 比较柔软一点 但是这个又回到我们问题的原点 他到底是内心深处 真正的认识到了崛起的中国 那两岸之间一定要找到一个出入 还只是见人说人话 为了地方现世的着想 对 见人说人话 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 到了那个 因为我们看到了包括苏志芬 包括甚至谢长廷在内 包括陈菊 到中国大陆讲话 当然他们有一定的格局 一定的分寸 但是基本上讲话就相对来说 比在台湾讲的是比较柔和很多 好 那不过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其实大陆国台办 也有他们的阴影 跟他们看这件事情的角度 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好 欢迎回到时事 求是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们刚刚谈到了高雄市长陈菊 预计要访问大陆 要来邀请几个城市 来参加高雄即将要举办的活动 不过面对这样的一个邀请动作 其实陈菊他特别的是 他在当中把过去他称的中国 改成了中国大陆 在当中有什么政治上面的意涵 而包括了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 面对陈菊的来访 他也对外表示说愿意跟台湾支持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主张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 各界人士来沟通 但值得万味的是 其实呢大陆跟绿营人士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 始终好像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会提所谓的党对党的交流 但是不排斥个人的交流 而面对这样的状况 其实大陆方面 大陆官方又怎么样看 民进党有不少的人士 前扑后继的要前往大陆 做参访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第一个就中共的这个 不要说中国大陆 任何一个国家 他都跟不同的政党 包括像美国 他跟台湾的执政党反对党 他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来往 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 如果从斗争的角度来说 分化利用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你刚才特别提到了 中国大陆跟民进党之间 个别的人用不同的民意 他们之间的互动 其实是蛮深入的 但是他不能够跟这个 主张分立主义的这个政党 又党纪之间的互动 这是一个它的底线 但除此而外 他们之间的互动 这个远远超过 各位所想象的范畴 民进党的很多人 当然有人批评 他说在台湾 主张台独来争取选票 但是他也利用 因为他在台湾主张台独 那中国大陆必须要争取 转化利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又给他一些特别的 某种商业上的好处 我们知道很多民进党的 台面上的人物 事实上都在 事有若无的在这一方面 有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 包括刚才杨毅讲的那个话 那个是他一贯的立场 他甚至于讲过 不管你过去曾经参加 他主张或者是 深绿的铁杆子台独的人 中国大陆只要认为你能够改邪归正 或者只要能够翻篮毁物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讲 他都愿意跟这些人有所互动 包括他刚才讲的 只要是主张加强 两岸交流 这些人 那这个面相就非常的广 所以那从正面讲 这个也没有错 他要跟台湾 因为而且中国大陆了解到 一件事实就是 台湾的政治发展到了今天 他的政党轮退 终将成为常态 那他不能跟 只跟其中的一个政党 有所来往 那他跟民进党的个别人士 不管你过去主张参与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只要你愿意 加强两岸交流 他都愿意跟你来往 当然这个是一个正面的 负面的就是我前面讲的 分化利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如果透过这种渐进的过程 改变这些人的想法 那中国大陆加深了 跟民进党的个别人士的互动 将来会不会汇集成为一股力量 影响民进党政策 当然这也是一个思考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中国大陆跟民进党的这些人 加强互动以后 那换句话说 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 中国大陆叫话语权 不是国民党所能够独占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会不会 国民党说 他也靠过来了 民进党也在往中间靠 假设也是在右边往中间靠 那他也靠过来了 那会不会逼着国民党 会更加的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中国大陆其实想要造成一股 这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态势潮流 这个就是如果说是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 可能是配之莫然人欲 然后他就往这个方向去引导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他为什么做这个样子 但是他的底线 他还是会守住的 所以中国大陆底线 其实始终是很清楚的在那边 但是现在台湾 这面对我们的 这所谓的政局的发展 倒是民进党可能 也要往中间靠拢 国民党可能也要做出 一些策略上面的调整 而看起来这一次陈局的出访 我们进一步可以来看到 陈局在2009后来这个出访之后呢 其实又发生了像是 包括了热比亚的事件 还有这个达赖喇嘛的事件 让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一度紧张 但是最近包括了这个 陈光诚来到台湾的时候 确实就是选择性的 就不要跟他接触 而这一次他的出访动作 还有一个观察点 就是过去跟这个 陈局关系很紧密的 这个民进党中指挥洪志坤 他看陈局这样的动作 他觉得说是一种退让 他认为说陈局这样子的 出访动作其实只换到了 这次包括厦门等等的 二线城市 但是并没有办法邀请到 像是上海或北新等城市 他认为这是民进党 在做一个退让 我就反过来问 如果说是换到了一线城市 那是不是就不叫对人权退让了呢 对不对 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 我知道陈局去北京讲的话 还算是中规中矩 那上次去的时候 他回来就搞了热比亚 搞了这个达赖喇嘛 后来搞得北京直跳脚 这里面就牵涉到他的在那边的讲话 到底只是策略性的阶段性的 技术性的这个尊重主人 不愿意把事情搞僵了 然后他回来是不是从北京的角度来说 他可能他的正面目又流露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那现在 那他这次去 他讲话又不一样了 那回来以后会不会又是另外一套 这就不知道了 那好笑的就是洪志坤对他的批评 说是退换人权 那我还要再进一步的问 那这个人权到底是价值还是工具 如果是人权 坦白地讲 如果是价值的话 那你到中国大陆 你到哪里 你都应该坚持一项的人权 你不应当有不同的讲法 你就应该坚持到底 但是我们搞了 去讲一套 回来又是一套 然后他假如只换到二线城市 那我就在想说 那是不是换到一线城市 那就可以 这个上面可以退缺一点点了 对不对 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 我觉得 又回到我前面讲的 就是要看事物的本质 而不要只是看那些表象 政治人物 当然我没有刻意的批评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那但是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我们常常讲 一个所谓的political加根 就是政治语言上的 这个模棱两可的语言 这边讲 那边讲 讲来讲 搞不清楚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 那包括民主人权 当然这是好东西 我们值得 这个尽全力的去追求 保障这些东西 但是似乎在某些 时空环境之下 也让我们看到 他们把这个当作一个 政治炒作的一个工具 这个其实 让我们这些 比较坚定这些信仰的人 可能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看到 民进党的这一次 就成决的一次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某个程度 如果说在民进党内部来看 如果说是利大于弊的话 也许某个程度的退让 能够换来以后更长远的利益 这对他们来说 可能不常是一件 可以试水温的动作 但是在这个当中 其实中国大陆其实从来 并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底线 而这样的一个两方的交流之下 想要问教授的是 国民党他们怎么样看 这件事情 国民党又该要怎么样去 我判断也只能够说是乐观其成 希望这个民共之间 不只是陈菊访问大陆 这次包括谢长廷前日到香港去 跟他用微信基金会 跟中国大陆进行对话 包括这次你刚才特别提到 陈光臣来台北 陈菊 谢长廷 蔡英文 都没有见他 事情不是像大家讲 大家都很忙 大家都没有时间见他 有一些其他 我相信有些人 有一些不可 对外公开讲的一些理由 所以他们没有跟人权律师 维权律师进行会面 只有他们自己当时心里最清楚 那回头来看就是 我觉得陈菊这次去 我觉得他还是会表现的 中规中矩的 尊重主人 但是他回来以后 就像我前面报告的 我们还是要长期的观察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回来以后 又是一套做法 又是一套讲法 因为我也听过一些讲法 就是说中国大陆 对上次陈菊去 他们也非常的礼遇 尊重他 他毕竟是台湾第二大院侠市的市长 那他的政治主张大家都清楚 但是人家还是以客人 尊重客人 他是对你非常的好 结果他回来以后就立刻搞了这些活动 那中国大陆对这个事情是相当的不以为然 那他相当的不以为然 还不是完全从政治的角度出发 他就觉得做人 似乎可以不必这个样子 结果搞成这个样子 那这次去我相信 会不会造成他们内部 这个不同派系之间的角力 我们讲过鹰派 隔派 除了鹰派 隔派之外 可能还有一些人 他只是想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 他可能也要炒作这个议题 然后拿这个来党同发议 那你跟我立场不一样 价值不一样 我如果攻击你 我可以因此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 这种可能性你都不能排除 好 所以说在一下子 陈局出访的可能性 未来还有很多的观察点 是否在这当中的过程 这个包括民进党 国民党还有大陆官方 这三方之间的 国民党只能够乐观起程 他不能讲什么东西 难道说 但暗地理是不是紧张 发现就是如果说他们 就是大陆官方跟民党的交流 越来越紧密的话 某个程度也代表 大陆官方的态度 大陆的底线大概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了 国民党一定知道 共产党是希望逼着民进党 放弃那个所谓的三个党章 包括台独党纲 台湾前途决议文 还有一个是正常国家决议文 他希望逼着他放弃这个东西 那民进党这个也是神主牌 他们也放弃不了 那国民党也知道 那如果民进党想要往这边来靠 可能要把他打回去 打回所谓的这个态度的原型 让老百姓知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如果真的 现在问题是在哪里 万一民进党真的是 由量变到质变 在转的这个过程之后 他转了 那话语前我前面讲过 如果不是国民党 所能够独自操控的话 那国民党会不会 因此再更进一步 往另外一方面去取卵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好的 我们这个也要还 稍后要继续来看的是 昨天是广岛核报68周年 我们也看到 这个安变禁三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动作出现 广告回来带您解析 欢迎回到 时事求是带领掌握全球进行式 接下来我们带领掌握的是 在昨天 这是日本广岛核报 68周年的纪念日 日本各界有不断的 纪念活动在进行 但是也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日本海军自卫队却在广岛举行 最新型出云级护卫舰下水一试 而且这护卫舰配备和排水量 几乎和航母等级是相同的 而同时英国战事防卫周刊 也发现大陆当局 可能正在打造 首艘制制的航母 两国间是否是因为教育台 引发的海上角力 而且越演越烈 现在各界也都很关注 一声声钟响 代表人们对和平的向往 6号日本广岛圆报 鉴满68年 5万名民众 一早聚集在广岛和平公园前 替罹难者梦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一脸肃穆出席和平纪念活动 另一方面却又像是自打嘴巴 让海军自卫队最新出云号护卫舰 也选在广岛核报纪念日这一天 举行下水仪式 出云号护卫舰排水量达2.7万吨 最多可配置14台直升机 未来还可能搭载F35B型隐身战机 几乎是准航母的配置 但二战之后 日本宪法规定 日本不得拥有航母 因此安倍游走宪法边缘 引发周边各国不满 尤其是大陆 而大陆也恰好在这个时候被人拍到 疑似在建造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 而大陆先前已经有改造 二国航母的经验了 英国战事防卫周刊 引述了一组大陆网站照片 指出上海长星造船厂 正在打造大陆首艘自制航空母舰 虽然整件事尚未证实 但大陆若真的成功打造新航母 将会是他们目前最新的 现代武器之一 中央新闻微软静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了刚刚所提到 在二战之后 其实日本宪法规定 日本是不得拥有航母的 也就是说安倍现在等于是在 游走在宪法边缘 而大陆也在这个时候 又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大动作 教授怎么看 是真的是因为钓鱼台 还有更长远的利益来着想吗 我想跟安倍的右侵或者右派的想法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他目前采取的这种 我们不能讲说战争边缘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强硬 对周边的国家大家都知道 他不只是对周边的国家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动作 我们大家也知道他跟韩国 他跟越南他要加强关系 对菲律宾要加强关系 他跟中国大陆有这个钓鱼台的东海 钓鱼台的这个争执之外 他跟韩国之间的问题也还是持续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刚才在 commercial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 这个叫做安倍 安倍以前落跑 首相干了一半 他说不干了 说生理不好就迟迟跑掉了 他这次一回来重新出任 这个日本的首相 他会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 来处理对内对外的事情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能让大家大吃一惊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可能 未必会真正的从根本上撼动 这个区域安全问题 那中国大陆刚才也报道了 中国大陆似乎也在建立他的第二艘航空母舰 那钓鱼台这个针植 坦白的讲虽然外界认为 从过去到现在有一段时间 这个局势是相当的紧张 那日本又怕我们跟中国大陆合作联手 所以日本后来跟我们先谈了这个逾越协定 然后日本现在又加强 跟菲律宾越南之间的关系 他其实想要平衡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大家都觉得可能会因为东海油田 这个叫村小油田 在钓鱼台附近 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 但是真正了解实际状况的都知道 当然这个美国也在里面扮演一部分的角色 美国一直讲说是他对这个领土主权 他不持立场 但是行政权他是交给了日本钓鱼台 然后美国特别用的是日本的 讲的就是尖格群岛 那美国又讲说是尖格群岛 在美日安保条约的一些范围之内 那中国大陆当然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怒 对不对 那但是真正了解状况的时候 其实美国 日本 中国大陆 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想要为了这个崛尔小岛 那真正的发生冲突 最后还是要透过外交方式的来 外交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现在尤其是两方面 日本和中国大陆都在bruffing 都在采取威吓的方式 希望把对方能够下退 但是就目前看起来是 各方都有各方的坚持 即使包括我们台湾 我们也还是坚持 虽然我们签了逾越协定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 钓鱼台主权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只是隔制争议 共同开发而已 那讲到最后就是 还是要透过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怎么样子让三方面 主要是两方面 中国大陆和日本 都能够有台阶可下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表面上看起来风云日景 但是实际的问题是出自于 这个薪酬救恨 薪酬加上救恨 那就是最近的民意调查 也看得到 这个日本人 最不喜欢的国家 包括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人民 百分之七十几以上是 对中国大陆 对日本有很深 强烈的这个敌意 那这个当然跟当年的 日本侵略 中国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希望双方面的 这个政府领导人都能够非常理性的 以务实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领土争议 不要被那个民众的情绪带着走 那安倍他现在包括出云建的事情 包括他修改教科书的问题 包括这个建国神社的问题 这个都是属于 这个有一部分是薪酬 但是大部分是旧恨 那从亚洲国家 被日本侵略欺负过的国家 台湾除外了 大家都对日本 有很负面的印象 认为日本从来没有 正式的面对 他过去的历史 真心的道歉 所以这些东西 然后再加上 各个国家有自己的利益 再加上这个过去的教科书 不断的加强这一方面的价值观念 所以事情很难解决 但是你说真的会打起来 我也不相信 好 不过像教授所讲到 所谓的薪酬救恨 这个部分又该要怎么样解决 如果说是一方面右手在动吓 在威吓的同时 然后左手希望 真的是以外交和平的策略来解决 但如果加上这薪酬救恨的因素 在民意的一些 有时候的一些舆论压力之下 有没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大家都是在怕 其实我们在搞国际政治的人 大家都知道 不好用搞这个字了 就是中国大陆常常用了 就是专研这部分的人都知道 其实常常发生冲突的原因 主要就是 一个是miss calculation 一个是miss perception 用我们中文讲就是误解 误判 但是你说真正的插枪走火 大家都在讲 但是实际上可能性不大 每个国家的军队 它控制的都非常的严格 因为所谓的那个 这个交火交战守折 这个都控制得非常的严密 这种可能性 偶发的事情 就是一会儿他擦枪走火 然后这个真的是因为意外 偶发的情形有可能 但是基本上 双方面高层都还是理性 其实当然我们了解 一部分情况的人知道 日本担心的是 就是透过这种不断施下 双方面都在bluffing 都在虚声恫吓 也展现实力 对不对 日本也在展现实力 中国大陆也派了船到东海 到钓鱼台附近 你说是你的 以前是不定死的 现在我就定死的要来 然后我把那个领海基线 也划到你家门口 对不对 他就是固定的来 那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说 这不是我惹的 是你日本把这个事情 国有化 国有化你把我惹来 那我来了我就不走了 对不对 那日本又觉得是 中国大陆 我其实不是要闹事 我只是想要把事情 局面稳定下来 把周回国有 才不会让那些 极右派的人闹 那中国大陆的解读 又不一样嘛 所以双方面就是 一方面都在虚声恫吓 一方面要展现实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都知道 只有用和平谈判 外交的手法来解决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以前大家还记得 上次这个渔船纠纣 重撞的事情 日本把中国的渔船 中国大陆的渔船抓了以后 中国大陆就 你交代你给我把人船放了 也不准罚钱 也不准进行司法审判 那日本就就放了 日本放了以后 日本内部的人民就 抗议声当声当就出来了 后来记得温家宝 跟当时的日本首相 他们换了太多了 我又不记得是谁 在厕所外面碰到 居然那边居然还摆了两个椅子 双方面就在那个外面 还可以坐下来 然后居然双方面都带着翻译官 还可以来讨论问题 在正式场合大家都有面子 大家都挂不住 大家都不愿意谈 拒绝接受日本的特使 但是到最后 后来还是双方面 你不得不要谈 谈就是在厕所走廊外交 就在那边碰了 然后大家碰巧都带着水源 那边还居然有两张椅子 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问题 所以你从这些点点滴滴的看起来 其实你了解状况的人就知道 大家都在坚持自己的立场 恫吓对方展现实力 这个苏人不是认 希望面子理智都要 但是在实际状况之下 大家都知道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只能够以拖待变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日本真的怕的是什么 其实当然我们知道一些就是 日本怕的就是 透过这种渐进的方式 用金吞蚕食的造成继承的事实 他怕的是这个东西 就是中国的船 他本来以前是一个月来一次 现在一个礼拜来一次 然后就每天来一次 他就来那去就不走了 他就变成这个固定的 变成他的势力范围 他们怕的是这些东西 换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当初日本在提出 所谓的要把这 调与台 回归国有化 就突然这样的一个风声 这样的一个潮浪 出来之后 才让现在的中方的动作 有越来越大 所以反过来看 其实在所谓的 虽然不会擦江走火 虽然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战争的可能性 真的很小 但是现在在这段时间 日本有很多很多的议题 出来当中的关键 这个安倍 似乎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 心声跟想法 他现在一定都要是 炫耀给大家知道 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的部分 大家都在关注 他这个有时候就是 你也是一种策略的运用 你要威吓对方 你要让你 如果你的政策 我们在谈政策的时候 常常就讲说 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政策 一定要有延续性 要有可预测性 人家才知道 怎么跟你打交道 要不然你今天讲 讲三 明天讲四 后天又讲五 然后今天主张统一 后天主张独立 然后我根本不知道 你白天讲什么 晚上讲什么 哪个是你的真正的立场 所以教授怎么看 安倍他现在的政策 是有延续性的 你政府的政策 不能够没有延续性 没有可预测性 但是你又不能够完全的 全部照表超科 那人家就看清楚了 你就这个样子嘛 那人家可能就会 卵土生绝 人家可能就占你便宜 那他去靖国神社 不去靖国神社 这个也是基于 他政府政治利益的考量 他可能也有内部 他一方面这样子 可能刺激了中国大陆 刺激了韩国 对这个亚太周边国家 被他侵略国家 都对这事情很有意见 但是他也有内部的压力 所以他现在说 我自己不去 那我的阁源要去 但是他用私人身份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这样子一方面 也满足人民内部的 这个民意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 也可能给对方 一点点压力 但是他又没有到 把脸撕破的地步 我并没有以首相的身份去 他们也不是以 那个阁院的身份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策略的运用 好的 我们也看到 这个策略的运用 其实在当中的力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力 其实就要考验 这个政治上面的 政治人物的智慧 而广告回来 我们要看了 这也是一个政治智慧 上面的展现又如何呢 这在之前所发生的 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扫射 这个台湾渔民广大新案 调查报告呢 是今天就预计要出炉 而且呢 菲律宾也是会证实道歉 我们回来带您讨论 好 欢迎回到 时事求是带您掌握 全球进行事 我们带您来看 现在的最新进展 根据美联署的消息 轰动一时的 台湾广大新28号船长 遭菲律宾公务船 击毙的案件 在这个今天下午两点 非方正式要对外 公布调查报告结果 并且也宣布 赴台道歉的特使人选 而根据了解 菲律宾政府是 就由下午呢 是由这个总统授权的特使 培瑞兹呢 预计要到小琉球 来公开道歉 而现在受害者的家属 红大姐表示 家属最在意的 除了公开道歉之外 就是菲律宾官方 将会以什么罪名 来起诉相关人员 而非方的调查报告当中 建议是以杀人罪 来起诉涉案的 八名菲律宾海巡人员 一旦罪名成立 是可判处 12年到20年的 有期徒刑 而其余四位 非方海巡人员 则是以妨碍司法 公正罪名起诉 而事实上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 早在六月十一号 就把广大新案调查报告 送到总统府 马拉卡南宫了 但是却一直以 艾奎诺三世总统 政务繁忙为由 延迟公布 而这起命案是发生 在今年的五月九号 广大新二十八号 渔船当时呢 是前往台飞 重叠的海域捕鱼 遭到非国海巡等公物船 海枪扫射追杀 导致了渔民 红石城重担身亡 而也因为 非国当时拒绝 认错道歉 引发了台飞外交紧张 好我们就要问教授 如今我们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 正式的道歉报告 要出炉了 但是否会太迟了 教授怎么看 我们常常讲一句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尤其是 这个拟难者的家属 可能心里面 还有很多的不满 就像刚才讲的 就是说 他可能要用什么方式 他起诉的罪名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这是一部分 但是我记得 事发当初 我们政府提出的要求 就是一个就是道歉 第二个就是逞凶 第三个就是赔偿 第四个就是渔业谈判 对不对 那四个 我觉得讲的是有为有所 这是任何一个 国家的标准作为程序 你不管是误杀 或者是蓄意 杀害了我们的渔民 那我们当然有权利 对不对 为我们的同胞 这个政府存在的目的 就是保障人民的 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要求 都是对的 但是现在要到了 可能是要到道歉 那赔偿 目前状况我们并不清楚 那可能用杀人的罪名 起诉 这个其实也在大部分程度上 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但是我相信他可能用的是 不是谋害 而是用杀害 就是Slaughter 这个字眼 来起诉这些人 那另外渔业谈判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交代 那这个可能还需要 双方面进一步的磋商 那我们对菲律宾的制裁 相关制裁 我们的这个代表 已经找回来了 这些东西会不会进一步的 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结果 这是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如果就目前 所得到的资讯看起来 台湾的要求基本上 还算是比较正面 获得了回应 好的 如果说这像教授讲的 其实这某个程度会 来满足台湾受害者家属的 一些心理上面的 一个创伤的要求 不过在此同时 菲律宾其实也有 他们的立场 他们也会有 他们的一个动作 而我们就要带你来看了 其实在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当初 这广大刑案的调查报告 送入总统府的时候 这菲律宾总统艾奎诺三世 其实当时是公务繁忙 但是他们现在 包括现在 这个道歉正式报告出炉了 但是六号 艾奎诺三世 他有选择一个动作 他是先到了一个港边 来欢迎美军 汉米尔顿及军舰 抵达菲律宾 而且他是当场宣称说 一定要来捍卫 菲律宾的经济海域主权 现在带您看 接着报道 菲律宾海军敲锣打鼓 菲律宾总统艾奎诺三世 则是神采飞扬的 登上军舰参观 这可是菲律宾最新购买的 美国汉米尔顿籍巡逻舰 这艘菲律宾花了926万美元 日新台币2亿8千万买来的军舰 将大大增进飞国海军的战力 不过菲律宾满军舰 又再度引发中南海的国际紧张 菲律宾同时宣布 将购买一艘法国的二手军舰 菲律宾不断的增添军舰 似乎也显示了捍卫经济海域的决心 中天新闻 华为主报导 好 要捍卫着南海经济海域的决心 不过也在这个时候呢 做出这样的动作 其实是也牵扯到复杂的 这个美中台 在这个亚洲势力上面的一些角力 好 现在在盗窃的这个今日 又大动作来看到增添军舰的动作 未来的南海局势又会如何演变呢 我跟你说 过去一阵子 大家说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是Hotspot 这个热点 很可能会起冲突 就目前看起来就是东海 刚才我们上一节谈的就是 这个中日台 三方面在钓鱼台的这个增值 这是一个增值的焦点 另外一个就是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看起来这个也会 不会完全失控 但是这个紧张还是要 继续拖延下去 你看他一方面 这个好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另外就是说台飞为了这次 钓鱼 这个渔船的事情 一码归一码 我今天大部分 假设我80% 满足了你台湾的要求 我确实不当执法 我们不承认了 从我们中华民国的角度 这个没有所谓执法 我承认你执法就表示说 那个是你的地方 你才有权利来执法 我们不承认这个东西 从菲律宾的角度说 我是在我的经济海域之内 我执法的过程中 我也疏失 我犯了错 那我现在给你道歉 80%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一码 这码我去处理完了 然后我另一码 我就是跟美国买了一艘 这个重量级的巡洋舰过来 然后他也要保护 他的海峡支援 那坦白讲除了 这个菲律宾之外 我们前一阵子也讲 我们还要扩充 我们在太平岛的驻军 我们要把这个重武器送回去 我们希望我们陆战队 可以去那个地方 那中国大陆甚至于 在有些岛礁上面 还盖了一个小房子 大家都在加强在那边的军备 或者是宣誓主权的这些动作 我是觉得在那个地区 因为现在大概 就是陆地资源都抢得差不多了 开发的差不多了 那大家都是把重点在 抢海上的海底的这些资源 而且那确实是一块很大的 一块保障 让大家都注意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也不觉得 真正的相关的国家想要打仗 坦白讲如果有关国家 想要动手的话 我们太平岛 我们只有海巡署的部队 现在是透过陆战队带训 那我们有一些重武器回去了 但是我们的驻军的能力 我们知道在附近 可能就有越南 有银级的部队 在附近的岛屿上面 那在万一发生冲突之后 那我们可以守多久 我们后面的资源 到底来得及来不及 这些都是问题 但是事实上 大家都僵在那个地方 没有一个国家 想要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 包括美国 美国也说是 他要在南海地区 保持这个海峡畅通 这是一个自由海域 他坚持这些东西 他也介入其中 甚至于美国说要提供军舰 护卫舰给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的这个海军能力 是非常的薄弱 那现在买了这艘船 然后他美国再提供一些 那可能加强他的 这种自我防卫 保卫他 逾越之人的这个能力 那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但是你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从我们的角度说 我们加强在太平岛的驻军 加强我们的战备 加强这种武器防御 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中国大陆也是 他现在还在推这个南海 叫什么 旅游资源开发 那他就是希望把这个东西 把它搞得 那我们现在有所谓 东海和平倡议 总统也提过 那我们也希望南海地区 也能够适用 就是越多的国家参与越好 那菲律宾也把这个案子 送到了国际法庭 希望透过国际法庭仲裁 到底是谁的 但是事实上 你越希望 通常是落小的国家 你比较会希望打群架 拖了更多的人进来 大家帮你说 但是真正的强者 他通常 他不跟你搞这一套的 像中国大陆 他就是我们 玩双边的 我双边的我才压得住你 那你搞到国际 社会上去 大家人都口渣 很难处理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 同样的跟东海问题 没办法处理 但是会拖下去 这个紧张也会 三不五十的 up and down 就会 有时候出来 有时候消失 但是你说真的要打大的 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 我相信相关的国家都不像 尤其中国大陆 他觉得 现在是他的战略发展 急欲区 他需要一个成平的国际 和国内环境 他也没有那个心情 去外面惹是生非 那菲律宾 坦白讲 他也打不起这个账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是在bluffing 都在玩自己的 扩大自己的政治利益 有自己内部的 这个政治势力要去摆平 但是紧张会持续存在 但是不至于失控 好 不过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要在南海这边 寻求自己的立场 跟生存空间 那台湾在这部分 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到 尤其在这广大新案之后 台湾现在有一个动作 就是立法院也修法 要通过这渔船 可以来雇私人武装保全 然后面对这样的情况 好像也是一个 因应这个案子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 就有死者家属认为说 这好像不切实际 常态性的护娱 不是更实际吗 而台湾政府 在这块的立场 究竟该要怎么样 来维护台湾自己的利益呢 我想常态性的护娱 也不切实际 也没有办法 也不切实际 因为上次 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我们记得一件就出去 后来媒体才登出来 一天要花好几百万的油 而且跑那么远 你又不可能 而且我们的渔船 到处都是 几千艘在那么大块海域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护 对不对 你终究有 没有办法顾及的地方 那聘请私人保全 这件事情 私人武装我也不觉得 是一个办法 这可能救急可以 但是这里面会引发出 就像我们台湾 现在就常常 就是朝短线 我们有太多的 我们叫做electropolitics 选举政治 大家都是 包括现在为了 最近的一些军方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立刻修法 把这个军法审判 成品事情把它取消了 这个将来会引发很多的后遗症 大家都只顾眼前 暂时解决问题 燃眉之急 你确实你请了这个私人保全 那他带了枪 万一枪掉了怎么办 那万一他杀了人 那不是杀了人 他自卫出了事情 又怎么办 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 出来的东西 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 执法人员嘛 对不对 那他到底用什么身份来处理 万一海上薄火 到这个责任归属 都是问题 那你这个常态信户 以我们几千艘鱼船在外面 这个也光经济的力量 你就无以承担嘛 没有说是他的鱼船在外面 他一天到晚拍一个船 在后面护着 但是他就是说 你只要伤了我的渔民 伤害了我的国民 我就来了 那他就痛下重手 这也是一种方式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做不同的考虑 那我觉得保全 可能就是急救张 难免之急 但是另外就是 常态信户属 我觉得是 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可能有 那不是根本解决知道 你一年四季 大概渔聚 这个渔聚时期 你就专门派 而且大多数渔全在的地方 对不对 但我是觉得 只要人敢侵犯我们的 国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妨碍我们的捕鱼 合法捕鱼 我要强调的是 合法捕鱼 在我们的主权领海 经济海域范围之内 只要我们的同胞 受到了伤害